近日,最新一期的妻子的浪漫旅行又开播了,而在这一期中,谢娜的徒弟魏大军也是参与了,在参与这四位美丽妻子的欧洲浪漫之旅后,魏大军也是吃了不少斧头,更是成了扎斯佛的干哥哥,陈小春和英采儿的干儿子, 在谢娜的几个徒弟中,最帅的也只有魏大军了,最丑的估计就是扬迪无疑了,对于魏大军的感情,一直以来谢娜都是很操心的,看来魏大军是没有白任这个师傅,从事业到感情都要为魏大军着想,在这一期中,谢娜更是与魏大军在旅行途中讨论其他的感情问题,谢娜趁自己身边有认识的会唱歌的,而且还是单身的女孩的时候,魏大军怀了师傅谢娜一句, 是马上就要办吗?随后谢娜就接了一句张碧晨,怎么样?魏大军害羞了一下,也没有说出来什么,一副无辜的样子,不过张碧晨这样的女孩也是非常的有才,是个不错的女孩子,但是至于缘分吗? 谁都是说不准的,而在谢娜曝光了张碧晨,还单身的消息之后,网友们的留言就快炸了呼,全世界都知道,我成格单身了,突然被点名,我们的乖乖表示慌了一批,不,张碧晨没有单身,她是我们的,我们可是在演唱会上向她求婚了。 话说,这批网友真的是非常优秀,看到谢娜说的话之后,大家纷纷表示不同于张碧晨,看来魏大军真的没戏了,张碧晨在2014年那个夏天,可一直都是很红很红的,她就是通过中国好声音。 这个选秀节目,成为了如今的女歌手,如今不少经典的电视剧主题曲都是她演唱的,例如小便一直比较喜欢的亮亮,确实有几分实力的,不过都说人红是非多,如今张碧晨更是因为吴清风,把自己作曲的不给予让给她演唱,又上了热搜,大家都表示她能唱得好听,据悉,不给予这首歌,无论是作曲还是作词都说吴清风创作的,并且之前在苏达律的演唱会上, 也是被非常多的网友喜欢的,吴清风如今却把不给予给别人唱,其实这首歌曲对于很多粉丝都说很熟悉的,这已经是内心的一种感情寄托,随意的换人去阐释这首歌曲,也难怪粉丝们有情绪了,不过小编觉得张碧晨也能演唱出不一样的味道,艺术都是需要多样化的,毕竟张碧晨的亮亮不也一直很受大家喜欢吗? 而且,既然是吴清风做出了这个觉得,相信她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了,只要相信她就好了,因为当初三生三世的把评,让亮亮这首歌彻底活了,而作为这部剧的主唱,张碧晨自然话题十足,不过不管这首歌表现得如何,张碧晨的确因为歌手节目,收获了不少关注度,不过真正让她收获歌迷喜爱的, 还是因为她演唱了一系列好听的影视主题曲,前年张碧晨为赵丽颖的花千古献唱了《年轮》,去年张碧晨为赵丽颖的《青云志》献唱了《时光笔墨》,今年张碧晨也和赵丽颖共同献唱主题曲《楚桥传》,如果你听过这些歌就会知道,这位低调的女孩在电视剧金曲方面的造诣了,要知道,这些曲目如今也是风靡在广大地区的大街小巷街, 可以和凤凰传奇的经典神曲相媲美了,张碧晨是出名人远广的歌手了,她和刘亦菲、赵丽颖等几个人,都是很好的姐妹,这对她的歌手事业,可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,再者说,张碧晨在韩国学习,已经有了很扎实的唱功,电视剧方对她的唱功可是高度肯定的,这也是张碧晨很大的优势了,所以说,由张碧晨来唱《无清风》的不给予,应该是毫无问题的, 而且无清风凭借自己对张碧晨的音色,声线与风格的了解,从自己的创作中选择了这一首歌,相信张碧晨肯定是很适合这首歌的。